辣椒炒牛肉是很多人爱吃的一道下半菜 但在家里炒出来总没有饭店的好吃 很硬很柴 今天我就告诉你详细做法 出锅口感滑嫩还入味好吃 15块钱的里脊肉和嫩纹理切成片 想要好吃入味尽量切薄一点 切好后加少量的盐 一勺胡椒粉 料酒 抓拌均匀让它入味 再多吃少量倒入清水 再抓匀 让牛肉充分吸收水分 做菜我是认真的 主页有几百道菜 关注我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 然后加入淀粉 抓拌成这样的状态锁住水分 最后再封上一层植物油备用 炒牛肉有四样料头必不可少 大蒜子改刀 生姜切片 小米辣切碎 一定要放到泡野生椒 有了它的酸辣味 炒出来的牛肉才香 裸丝椒或者精条椒片开后切丝 再切一点红椒作为配色 热锅倒入比平时多一点的油 烧至五成热 倒入牛肉迅速滑甩 滑牛肉的时间不要太长 牛肉变色后即可烙起控油 锅里留底油 下入姜蒜辣椒 爆出它们的香味 再倒入辣椒丝 这时候加一点盐 炒入味炒出辣香味 倒入滑好的牛肉 快速翻炒均匀 然后加生抽 增加一点酱香味 再大火翻炒五六秒钟 起锅前加一点明油 切色真香 这样一道辣椒炒牛肉就做好了 香辣开胃 牛肉口感滑嫩吃起来一点也不柴 用最简单的调料 做出来比饭店的还好吃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